英纽特女人正在晾晒姨妈金 即使三十年不洗澡 也要给自己打扮的画质招展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英纽特猎人 来部落里做客 以便彼此交换基因 春天是英纽特人交换基因的好世界 老布背着儿子带着妻子 爬山涉水 前往英纽特人的集中营 只为彼此交换基因 使得英纽特人可以繁衍壮大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 一家三口 身上穿的海报皮 早已因高温恶臭无比 还引来苍蝇的光顾 老布没有中国的导航短见 只能凭紧男人的第八直觉指路 这才到了目的地 迎接他们的正是苏七 仅是从面相上看 苏七就和小阿布极为相似 这在英纽特部落内极为正常 这正是交换基因的结果 下季也是英纽特人狩猎的好世界 老布和苏七穿着性感的超短裤 手持鱼叉准备下盒 摸一些三文鱼来吃 原来世界潮流的源头 在北极英纽特人身上 但仅是为时不振 就让两位猛汉失了身 老布更是直接上演失身诱惑 老布的妻子 看着眼前的精壮男人们 笑得像个八十岁的老姑娘 时针已经围堵了一些鱼类 是时候开始就地捕捉了 大伙手机眼块的插鱼 捕获的鱼 用海豹皮做的绳子 直接穿过鱼塞穿穿打包 老布也在极为卖力地捕鱼 就是这画面看着有些性感 部落里的女人也带着孩子来捕鱼 如此多的渔获 自然谁都想多分一些 那自然就是多劳多得 经过一上午的劳作 老布一行人 捕获了大约两顿的三文鱼 一看看这满地的死鱼 真的让人羡慕 老布年纪轻轻 就实现了吃鱼自由 而后老布的妻子 将成串的三文鱼斗散开 捏取了一些草木灰 抹在每条死鱼的嘴巴上 杀菌消毒 防止腐败 这是英纽特祖先流传五千年的保鲜经验 威风吹拂起老布妻子的秀法 年仅31岁的他 仍旧风韵犹寸 一切都已处理完毕 是时候享用美味了 英纽特人吃鱼喜欢生吃 老布的妻子挖出鱼眼 直接送出孩子的嘴里 而最嫩的无疑是鱼头上的皮 可最炸裂的是 小阿布竟然直接抓了一把鱼眼 一口闷了 他吃的那叫一个荆棘有味 美轮美奂 一发不可收拾 老布一家席地而坐 开始大快朵一地吃起了三文鱼 生吃三文鱼 固然营养丰富 但是鲜美的鱼汤 谁能不爱呢 老布和苏七开始钻木取火 老布用牙固定木棒 苏七疯狂地钻木 一顿操作猛鹿虎之后 木槽内飘起了屡屡白烟 老布的妻子 赶快拿来母鸭毛引燃 这才生活成功 剩余的鱼肉 被放置在天然形成的石槽内炖中 只需加入天然的血水即可 只需七七四十九分钟 就可熬出一锅上好的鱼汤 第一口老布的妻子 先给了孩子喝 而煮汤剩余的鱼肉 老布的妻子 也舍不得浪费 一一送入自己的樱桃小嘴内 可这满地的鱼 还需要一一破开鱼堵处理 这件美食自然就落到了老布的头上 处理好的鱼肉 必须用石头累计的堡垒压制保存 这样才能保证千年不服 而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 则是眼前这种 从中国传来的番花声 是我们90后的童年记忆 你们那里这种花声游戏 叫什么名字 评论区告诉我 而老布的儿子竟然捉了一只蝴蝶 塞入了嘴里 着实吓我一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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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